古人《金刚经》持艳路往生净土偏知 13.往生净土之一厢满事 周庭章好楚风 明朝正德家境年间云南人 为人朴实忠厚 前信佛法 他每天晨起必定持诵《金刚经》 《弥陀经》及《观音诸经》 平日他乐善好施 经常帮助穷人 尽管别人有时取消他 他毫不以为意 仍旧欣然自得 泼弃无我相无人相之意 87岁那年一天忽然告诉妻子 我将要走了 阿弥陀佛来迎接我 还有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也都来了 一会儿又说 观世音菩萨要我结婚 五天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那天起 他每天仅吃一周一菜 并静止斋戒 第五天他沐浴端坐 令子弟宋七宝如来名号 自己宋经而逝 身体散发出异香 面貌如生 环视在侧的人 无不称赞他的成就 金刚精灵艳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